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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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非常幸运这几年得到大家的支持 喜欢我的电影 但是我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够做到我自己的最好 可能这种心态就是永远希望能有突破的心态保持着我往前走 走了那么多年 所以还是刚刚说的就是保持着单纯的心态 可能会让你走远一点 做人也是 谢谢 OK 我们现在就轮到 你的问题是3D是吧 3D是50年代的东西 其实3D不能叫做突破 3D已经拍了几千几万遍了 我觉得突破不是在技巧 其实突破还是在故事 在人部 在剧情 我觉得3D 我不是不反对3D 只是我不觉得3D是一个突破传统的东西 就我觉得你那个形容词是不对的 那么3D就是要是找到一个电影必须要3D就3D 因为我觉得现在3D已经变成一个有点跟风的感觉 就是而且你看到很多都是比较粗的戏 而为了噱头拍3D 所以我觉得真正要拍3D 所以应该是你的电影真的需要3D而去拍3D 不是为了噱头去拍3D 然后你的另外一个问题 他爸爸的那个问题是不是 不是不是 爸爸的做了另外一个 你有什么经历的话给这些摄影吗 影视圈的是不是 影视是什么 就是电影啊电视 也不是摄影 是吧 就什么都可以 我觉得还是现在你们这一代 很幸运 因为你们都有DV 都拿这个iPhone都能拍戏 所以你们是没有任何借口 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从小 其实我也不懂得怎么拍戏 只是喜欢电影 然后你们一定要搞清楚 你们是喜欢看电影 还是喜欢拍电影 因为喜欢看电影 满街都是 那为什么你能拍电影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你自己有没有这个天分 而这个天分的证明就是 你得拿出一支笔去写剧本 或者拿出一个DV去拍出来 那拍出来是怎么样 我觉得你一定要做 因为其实你不做的话 你永远都不知道 因为很多人都是喜欢idea 就觉得我们说 导演做演员做的很威风 那其实你只是想做在我这个位置 不是说你真的能够去吃苦 去做我们都做了几十年了 我们两个每个人都做了二十几年 才做到今天 所以真的是 你真的是喜欢电影的话 你做下去 因为其实 无论你看到我们的成果 成就是怎么样 其实 你不爱电影的话 是划不来的 因为我觉得 没有一个行业 是要花那么多精力 那么吃苦 其实回报 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高 你真的要非常爱电影 才值得做下去 是 好 那么 其实我们也很想知道 导演跟我俊如怎么相处 但是基于时间的理由 我们就留到下次再问 好 再次谢谢在场所有的朋友 要谢谢陈可欣导演 还有陈子兰 谢谢 谢谢每位陈子兰 在场的朋友记得把这部电影的介绍给更多人